热情欢迎购物天后于显 我做这一行购物专家17年了 有谁买过我的商品 真的哦 谢谢谢谢 很诚实一点没关系 谁到现在还没买过我推荐过的商品 真的吗 这次会一瓶点吗 哎呀好感动哦 谢谢谢谢 好我做17年了 所以什么商品都卖过了 你们觉得车帅要推荐给我任何的商品容易吗 不容易 他请了我两年来这里 但是呢我一直独独钟爱那支防晒 因为没有办法 我有用不完试不完的商品 包括现在我自己都有我自己的直播平台 那我都试不完 所以呢可是我至少有一点我很自豪 我是一个诚实的人 我在我自己的直播平台 有很多很多的消费者会问我 余仙姐你下个礼拜要卖什么 你下周要推荐什么 你要不要预告一下 只有一支商品 我说我真的没有办法帮你们找 因为很多消费者会私底下说 你可不可以帮我找这个这个 你可不可以帮我找那个那个 我想买什么什么 你下礼拜要卖什么什么什么 所以呢我就只有一个商品 我是很老实的跟他们讲 我说我不会在我的平台 在我的直播里面为你们推荐 因为目前我找不到一支比他更好用的 所以那支叫身体防晒 因为现在很多人一直在叫我帮他们找 那我都会跟他们老实讲 我没有办法直接在我的直播平台推荐给你们 因为我心目中有我的No.1 那我现在找不到我的No.2可以取代 所以我就不会在我的直播平台卖 所以那支是什么呢 就是我这两年来爱多美 我每次都是六支六支一起买 好 那一定要回答这三个问题对不对 对 因为人家好奇我是如何 对找到一个这么难克服的问题 还可以让你加入这样 第一个他很直接了当的说 余仙姐因为他要跟我 他在公司跟我讲话都很困难 因为我真的很忙 从早到晚到半夜 所以车站要跟我讲句话真的都很难 然后等到我爱用了之后 我要叫他帮我买 我又很难见到他 他也很难见到我 于是他很聪明的 他说余仙姐你给我50块钱好不好 我帮你加入会员以后你上网直接订购好不好 就这里成章了 然后之后他又要试图的再跟我再多说两句话 还是很难 然后呢打到我的点了 打到我哪一个点呢 刚刚大家有看到我女儿的照片 任任任任任的新闻很大 我几乎这一生都在为他而奋斗 然后那个他就跟我讲 他说余仙姐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不当购物专家 然后你老了 因为车站非常知道我的点在哪里 他说你老了 甚至你走了 润润怎么办 我说stop 不要再讲了 我已经很努力在存钱 努力在赚钱了 听 他说那如果你赚了任何的一块钱都还可以留给他 让他去延续你的事业 如果每一个月 他不要多 我们不要多 就三五万当他的生活费 这样好不好 然后你也不要做任何事 你就继续买你的防晒乳就好 我说哎 嗯 好 于是我就听听看 那当然其实我都有这种 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到了消费投资的时代了 就你去Seven 大家都会去Seven买东西嘛 你也会上网到雅虎啦 Shopee啦 PC Home去买东西 大家都已经习惯了 不管你到实体通路到虚拟通路 都无所谓 重点是PC Home也好 雅虎也好 Shopee也好 Seven也好 这个什么什么麦当劳也好 家乐福也好 他不会分奖金给你嘛 反正我们还是要买嘛 那防晒 我还是三步时会到区城市 康市美去找一找 但是他们也不会分奖金给我嘛 比其都会分 你找一个平台 都帮你选好 我帮你挑好 我帮你找最好的 反正你都是要买 我价格又比别人便宜一点 我又都帮你都把关好了 你顺便还可以再赚一点钱 这就叫做消费投资 那所以我终于知道了 Costco为什么做得那么成功 因为他很温柔的问 你刷不刷牙 他不像我们购物专家 一讲就是40分钟不会停 所以别人对我们有很大的防御心 他会觉得你就是购物专家 你就是要贴近商品 但是Costco讲话好温柔 Cost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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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这可以证明一点 就是你们都会做得比我还好 你们每一个人都会才是真正的购物专家 因为这个叫做消费投资 就是我们生活上都要用的 我这样讲应该对吧 你们就可以对自己很有信心 因为我们所有的人对你们都没有防备心 可是你们对我都会有防备心 好 OK 那再来我为什么那么喜欢这次产品 因为我做17年了 那后来呢 又因为我女儿的事情呢 我又拼命的接档 接Case 接通告 所以我的 我晒美光灯的时间 车帅非常清楚 我一天在摄影棚里 待上12个小时以上 我的皮肤照理讲 我要比任何人都黑 因为那个美光灯那个强度啊 那个不是只有地板 还有整个天花板 那个强度一天这样晒下来 我不是只有接一个通告 我一天呢 光在摄影棚里面 至少三档live以上的时间 然后呢开制播会议 还有准备 因为我们要提早两个小时就进摄影棚 所以我这样子一天晒下来 再晒了17年 再加上我狂接通告 因为我为了要赚钱还医疗费用 好那你就知道了 我照理讲应该是所有的公务专家里面 然后我又年纪又最大 一个要50岁的女人 然后我又做了17年 又晒最久 照理讲我应该是最黑的 可是呢 我却是我们所有的公务专家里面 以肤色白来讲 我算是排名数一数二的 那其实我不是真的白 是我真的有秘密武器 所以呢 当然这是第一个 我一定要在镜头前 看起来让自己很亮眼 怎么样也要有一点点偶像包袱 所以我待会马上示范给你们看 它真的就是让你瞬间 你的肤色就变白 所以不是只有这个SPF50 PA++++ 这个就是我要基本的物理性 抗UVA UVB 它的条件全部都有 但最重要的是 它的魔术性很强 就是它的表演性很强 对于像我这种人来讲 我把它示范一下给你们看 就你们会觉得我现在已经算白了 我可以给你们看更白 重点是它的延展性 非常好 可以看到我现在可以更白 瞬间可以更白 重点是它完全不油腻 为什么你们知道吗 因为它里面 这个就要发挥我的专业了 任何的商品我都要研究 所以不是只有告诉我 好用 对我来讲是没有用 因为没办法 我介绍17年的商品了 所以你们有没有发现 我的肤色是马上又可以更白 而且是没有任何的油腻感 那种什么水水的亮亮的滑滑的都没有 就是你就会觉得那就是我的肤色 有没有 就不会觉得那是像我们打那个亮粉 那有种蜜粉是打亮的 有没有 对你不会觉得是那样的感觉 就是粉感就是你的肤感 那所以我上节目 第一个我一定要让自己看起来很白 可是重点是我不是只有白 因为我不是上妆 我是在做防晒 好第二个还有 因为我年纪那么大了 然后再来我都卖精品 我要卖珠宝 卖包包 卖内衣 所以我身上 我的手上 有一件事情是我非常非常忌讳的 因为它会终结掉我的购物专家的生涯 就是斑点 所以呢 你知道就包括我的胸口 像我现在是没擦 那我上节目之前 我的胸口一定要擦 因为那太阳一晒 你们会发现 你们回去检查你们的胸部 很多人的斑点是从胸开始涨 有些人的斑点是从手背开始涨 对不对 我刚讲了很多意思点 对 因为你们不会从脸上开始涨 为什么 因为我们脸部都会做好防晒 可是身体却不会 可是这种光老化是很可怕 所以你知道 就对我来讲 我都在想 这些公屋专家都二十几岁 各个都是年轻妹妹 然后我真的觉得 你知道我只要一担心说 我身上开始聊佩佩 或者是身上有半点 然后我就想完了 我差不多 我的公屋专家的生涯就结束了 因为现在都HD高画质 take的很近 就我在绣那个钻石项链 哇好美喔 好美 然后我就很担心 这里到底大家看到了什么 或者哇好美喔 好美 然后我就很担心皱纹啊翻点啊 你知道 所以对我来讲 就是这一支商品 它不是只有让我要看起来要白 而是要让我真的能够做好真正的保养 就是我要防晒 我还要抗劳 所以它的成分又通通都有 然后最后还有一件事情 我不是都六支六支带 因为我是全身上下擦 因为我们毕竟还是穿高跟鞋 有时候都穿迷你裙 然后对我的脸腿我都全擦这样子 就一定要让自己全身是白 不然你会只剩下手是白 腿是黑的 对 所以我都是全身上 所以我是六支六支这样子带 好 那问题是我擦两年啦 那还有一件事情 我除了没有翻 除了让自己的皮肤 还要维持一个很好的 全身上下好的肤况之外 这样子擦很可怕 我一天擦十几个钟头 这样子还要长啊 三四个钟头 因为我又要进棚了 又要进棚了 我就又要再补一次 我又很怕一件事情发生 粉刺 因为它的物理性 UBA UVB 你全部都隔绝掉了 那我这样子一直上 会不会有粉刺 背部会不会长洞洞 什么之类的 没有 好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觉得 我很诚实的 会告诉我的粉丝们说 我没有办法再帮你们 推荐其他的防晒乳 好 那有机会我会告诉你们 你们自己去当 爱多美的会员自己去买 因为它里面没有矿物油 所以它就不会制粉刺的产生 所以呢 像这些成分 对我来讲 像车涮药 说服我用一个商品 很难耶 因为我要研究的 不是要告诉我多好用 我要研究里面的成分 还要试用一段时间 还要确定 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不会反飞 不会长斑 然后又要耐晒 然后又要保湿 又要光滑 又要不长粉刺 我才能够持续用下去 还要等我用了两年 才有办法帮我请来这 那你说这支商品好不好用 好 所以呢 这是第一个商品 但是我今天有额外的福利 要带给大家 就是我想推荐 第二个商品 是我最近发现的 但是我一直很厚 我就很不错耶 因为很难买得到 就是 就是 真的 现在买得到 现在买得到 真的吗 今天买得到 今天 怎么直接告诉我 怎么直接告诉我 真的吗 我都觉得我前几天 我真的觉得好厚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环保只将我想 只要是地球人 我们都要为这个地球 尽一份心力 所以呢 再生只将 环保只将很重要 可是 我没有办法用耶 你知道 我真的很不爱这个地球 也不是我很爱 但我没有办法 摧残我的鼻子 因为呢 你知道当埃多美 做了卫生纸之后 我第一件事情 车帅吓一跳 他觉得我在干嘛 第一件事情 好用吗 好像狗一样 你知道 我就开始一直吻 一直吻 因为你们会发现 所有的再生纸浆 都会有一个错位 然后呢 颜色也比较黄一点 然后都有一个错位 对不对 你就 我就觉得最好用的 除了马桶 我怎么觉得我的身体 永远不觉得好用 因为我都觉得 它就是融于马桶嘛 那所以对地球 当然是好的 可是问题是 那问题是 我就是觉得臭啊 然后再 后来呢 第一件事情 我大概就是像狗一样 一直吻 每个角度一直吻 确定没有错位 再吻第二张 再吻第三张 然后一直吻 我确定真的没有错位之外 还有 就我抽第一张第二张 一直抽啊 就我发现 它的棒数是一样的 就是后棒 那你知道 因为很多的专身纸酱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 像因为我也有卖过卫生纸 什么都买喔 没有什么都买 什么都买 什么都买 所以做卫生纸的功课 我也曾经 就每次为了卖药上面 我要做很久的功课 所以我知道 有很多房间 很多很多卫生纸 前面抽起来 棒数是够的 可是我不知道 你们会想像 你们家里买过的卫生纸 有没有抽到 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时候 开始越来越薄 然后就变成你要抽两张一起用 甚至抽三张 一次抽三张一起用 前面觉得明明棒数就够啊 厚度也够啊 怎么越来越薄 甚至就后来 就一直在浪费它 怎么卫生纸 一下子就用完了 所以我就觉得 哎 我爱多美的卫生纸真的很好 然后但是 后来我私底下也去了解 还真的是 只是为了证明 我爱多美 诶 诶 一好像还没有 韩国有 韩国有 那不要再有了 不然我的品牌 油 我这意思就是说 就是爱多美 只是为了要 就是要满足所有的消费群众 就是我一定要让你们生活所需 都能够在爱多美 我都帮你把关买得到 所以相对有些是服务性的商品 据我了解 因为我都会知道成本啊 我也会知道多少 那怎么可能这个价钱 后来才知道 有少数几个商品 它真的是服务性商品 难怪买不到 包括卫生质 难怪很难买 就是它一定得要有 服务性的商品产生 所以呢 至少最近呢 我就发现有一样商品 真的是我非常的爱 但是很不容易买得到 但你说11点开卖 我待会上去会买得到 现在还有货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讲 前两天还一直跟我讲 对真的很难买 早点起床 所以 那第三点就是觉得 跟以往直销差别 其实对我来讲 因为我有自己的工作 跟自己的平台 所以呢 我觉得这是完全不抵触的 因为 如果我真的真心认为 这个商品好 我不会刻意的就是说 刻意的再去 努力的再去找一支防晒 在我的平台 去推进给别人 因为我真的觉得 它好用 那我也不会刻意的 再去找别的卫生棉 跟卫生纸 去推荐给别人 因为我觉得 那它就是好用 那所以说 对于很多人是觉得 很排斥直销 我并不排斥 但是我排斥的是商品 就是如果这个商品 它真的不是我爱的 你真的逼死我 我也没用 那但是我觉得爱多美 至少有一个好处就是 我觉得以往我们是为了赚钱而生活 那爱心态极嘛 心态极才有到哇 对吧 但是爱多美是 你为了好好生活而赚钱 反正我们都要用防晒 都要用卫生纸 都要洗脸 都要擦保养品 反正我们都要用 你为了生活 让自己有一个 有一个基本水平的生活品质 顺便赚点钱 那我这样子我就可以接受 这个观念我相信 在场的各位应该也能够接受 对不对 好 那我就分享到这里 时间有太短吗 OK吗 那我们开放提问跟分享 太短太短 我要问问题 我要问问题 所以有没有发现 我还没有阵亡实在是 还不错 两年耶 很难close 但是今天贤姐来代表 产美好用 那我想问一下 因为我知道贤姐 你认识很多珠宝的老板 都是源头的源头的源头 对 所以如果东西好用 你愿不愿意就是 分享给他们 比如说防晒 给这些老板 我会 对 其实我已经 我不瞒你们说 像我的粉丝 我的粉丝专业 已经有人就请我帮他们找防晒 你们如果回头再去看我的直播 我曾经有一个直播 也是直接告诉他 我就说 那个谁谁谁 我没有办法帮你推出 那我另外你给我地址 你视讯 你的地址给我 我送你好了 我就不 我不会在我的平台卖防晒 我直接送你 我是真的很诚实 你就不愿意见他爱东美的防晒 对 对 真的啊 真的 哇 各位 找乱得对的人开不开心 开心 开心 好 所以以后贤姐的 比如说 钻石的老板如果也用 那钻石的老板旁边都是谁 都是老板嘛 对不对 所以概念是这样子 好了 那谢谢贤姐 等一下你还没有 那换我问你 好 就是如果 对我总要 稍微 对啊 要证明一下 如果以一个要50岁的女人 欸我今天得到一个新的心得 我会为了你们家的卫生 也努力让自己的更年期 不要那么快到 我要开始研究 怎么样让自己能够那个 对 一直青春永住 对 我觉得太对不起 爱东美的卫生棉了 没有是我 是我服务不中 对不起 我以为你要说 哦 我也希望身为女人 哈哈哈哈 欸我问一下哦 那你觉得如果以我们这个年纪 能够把肌肤照顾到这样的话 算及格了吧 以身体的肌肤力 就会整个全身上下 因为在我心中只有30岁 哦真的吗 对对对 所以也算是女神级的 是啊 大家说是不是 是 那边一定是最新的另一位 如果可以的话 你待会也安慰一下我 好不好 你可以送我一瓶喷雾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觉得我有良辰名的感觉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OK 那提问吧 终于打杨博哥请说 那提问是说 你是对防晒那么专业 那有没有任何一个品牌的防晒 有四个加的 PA四个加吗 嗯 目前我知道的是名牌有一加 但是如果你一般房间 你在整个实体通路找的话 是没有PA四个加的 该不会 四个加代表什么 是 嗯 PA加的这个部分是防 UVA 好 那QVA的部分就是防衰老抗老 就是日晒造成的老化 那这个应该这么讲 这里我们有一个SPF50 这个是UVB 也就是防晒商 那UVA的部分的话 PA有个A嘛 就是防晒老 那你加越多 就代表说你的保养 让你能够越年轻 越抗老的成分越厉害 我没讲对吧 我没讲解 今天四个加就越来越年轻 越来越抗老 那对吧 有没有 市面上的产品 有没有四个加 里面有一加精华液 四个加加精华液 没有 目前我还没听过 你该不会告诉我新品 我刚买了六支喔 你该不会告诉我 真的吗 韩国推出来的 韩国 台湾还没有 你为什么又没有提款 你干嘛挖洞给我票啊 我们都买六支 我们都买六支 你还会提款什么 对 这个刚退去吗 对 台湾还没有买 台湾还没有卖 所以台湾还没开卖 还没有 还没有 好 那今天早上我们就先不算 对啊 那钱姐我问一下 你说那个名牌 一支大概多少钱 有一千多的也有 一千 诶 导伯哥这支多少钱 四百 四百 四百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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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还有人要提问 提问请不要陷害我 谢谢 还有人要提问 好 请说 因为男生嘛 比较少在防晒 想说防晒会不可能化石量 因为我们再来谈一下 第一道 就是说 他在问顺序 就是洗完脸之后 防晒是擦哪一道 如果你是擦脸 那你当然这是最后一道 好就是你的 可能 玫瑰喷雾啦 保湿啊 金黄啊 你擦完之后 这是最后一道 好 出门之前最后一道 那如果你是擦身体 像我是只擦它 它的保湿就够了 对 只擦身体的话 就只要擦它就可以了 对 请教一下 你擦防晒之前 一定会擦隔离乳吗 擦 如果是这支 我就不擦了 对 因为它已经是 防晒隔离一起了 对 那如果 偶尔 我突然间都没有过的时候 我就会再上一个隔离 才会再擦别的防晒来代替 这样子 对 因为这一次它没有矿物油 所以它保养成分已经够了 那我就不会再上隔离了 好 请问你擦全身 那怎么擦肩 全身 啊好 太棒了 这问题真好 因为它没有矿物油 所以呢 它你基本上就是一般的 香皂沐浴乳就洗掉了 对 那你甚至如果说 像现在真的很热 那你就两三个小时再裹一次 也都没有问题 它不会让你产生粉刺 但是如果是一般的那种防晒 矿物油的话 那我就会建议大家 不管你是擦身体 或者是擦脸 大家都不知道 防晒其实要用卸妆乳 但这支不用 好 因为很多人不知道 因为它是加了矿物油 所以呢 你真的就是 其实是让你的整个毛细孔 是闷住的 防晒其实在卸的时候 除了这支之外 一般在外面 你买的 含矿物油的防晒 你一定要用卸妆乳 不管它有色没色 有没有润色 不管 你就是要特别用卸妆水 卸妆油 卸妆乳 包括身体也最好 用卸妆水擦一擦 再来洗澡 但是这支就不用 你可以直接洗 这样 谢谢 好 专业就是专业 还有没有问题 最后一个提问 还有没有 想想看 还有没有问题要问 我第一次产生矿物油 很多啊 对很多 所以就是 因为你说实际上 我们现在的生活 真的跟太多的化学的东西 尤其是因为我女人 生了这么重的病 我研究了很多 关于健康的知识 那我们现在的商品真的 你说现在为什么台湾人 都不都就一堆癌症 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好可怕 收到白铁 比收到红铁 来的多很多了 对不对 都不都听到谁谁谁 蛤 怎么又得了怎么癌 那其实跟我们 就是筋皮吸收啦 化学啦 然后还有我们吃的 食衣柱形的饮食 真的都有很大的关系 对 可以分享一下吗 我们防晒是属于化学防晒 还是物理的防晒 其实就像我们穿衣服一样 它也叫物理性防晒 就光透过了这一层之后折掉 这叫物理性防晒 那像这种就是物理性防晒 那你化学性的防晒的话就是 真的就是成分就真的很不优了 外面其实有很多是化学性的防晒 那像这种的成分它都是植物性 它这都是物理性的防晒 就是光线透过你的表皮层 你把它阻隔掉 它是折射掉的 这就叫物理性防晒 好 我们再次谢谢余天姐的 教育的分享 然后如果各位呢 爱多美会员 有男生想要结婚 想要送钻戒的 请锁定弦姐的FB色环 它常常会直播 那个价格是不是会特别漂亮 我说实在话 这不是我在骄傲跟臭屁 还真的非常的漂亮 因为其实我做 毕竟做17年了嘛 那我出来做直播 我没有再选择再继续当购物专家 有很大的一个原因 当然还是因为我想要 好好陪我小孩 陪我的女儿 因为好不容易就回来了 结果我又整天在工作 那所以呢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 就像爱多美一样 你们都把商品都选好了 只推荐单一商品给消费者 那我也是嘛 我就会觉得 我17年的经验 我选择我想要推荐的 推荐给消费者 所以从我开直播开始 每一周的开团 可能从枕头 到阿扣亚的珍珠 到钻石都有 甚至下个礼拜一 大家可以锁定我的直播 有一个非常大的审坏 是要抢坏的 我可以讲一下吗 但是不要勉强 我不是做广告 我知道我知道 我只是告诉大家 我的背光有多强 可是爱多美有枕头 我们就不会买枕头 没有枕头 我的枕头已经结团了 破了已经结团了 我没有开团 一周一周而已 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真的有很多的厂商 他们就会觉得说 显姐已经合作17年 这17年没跟我们收过回扣 也没有跟我们收过红包 卖得好 那都是我的责任跟职务嘛 好那所以他们也真的很相挺 那所以说 比方说我这样举例 像我都是一周一周开团嘛 我这样举例 下个礼拜一呢 我就那个团 我可能就只开一个钟头 或两个钟头 只有30颗的钻石 G-Color G-Color 30分主食不是拼街哦 卖多少呢 9900 然后我都还没预告 这是我第一次讲出来 我都没有预告 那个直播在那边 你可以知道 我们社团了一万人 下一个半截 但是只有30颗 就是厂商真的很相挺 他就觉得 好我就把 我本来要给某某营楼的 就批给那两三家的 各10颗10颗 我全部给你了 然后他就9900 一个价格 然后呢 让你去充人气 G-H 台证 G-H 而且是单颗的主食 不是拼街 那外面的话 他们批出去的话 大概是 我老实讲 他们批发价出去 大概在一万五千多 那一般营楼的话 大概就在一万九千八 台子还K金台 还K金台 复营链 然后但是只有30颗 所以偶尔在我的直播 会有一些好康 但是就是当下 没有就没有 就是也生不出来 因为那是天然的资源嘛 也生不出来 所以就有空 当然 爱多美很多东西很好 你们可以持续买爱多美 但是在我的平台如果有 爱多美没有的东西 如果刚好遇到你们喜欢 你们也可以跟我买 但是就是都是团购啦 就没有就没有了 不像爱多美 就爱11点 准时请 哈哈哈哈哈哈 才有办法抢得到 好 那 世界史还是罪 罪子 罪子 对 那请问 对 那请问就是 如果想要知道 你的粉丝团在哪里 最后就是要怎么搜寻 在FB上面 就打余嫌两个字 上面的照片 是我跟润润的合照 你们可以现在打打看 就只有余嫌两个字 对 好 好 那我们掌声 谢谢贤姐专业的分享 还可以把我自己卖掉 我顺便讲一下 可以 因为刚好最近 最近有很多的网友说 你可不可以直播 稍微顾一点形象 不是有时候卖面膜吗 有时候卖这个卖那个 然后就是自己就也很邋遢 对 然后就有很多的那个粉丝啊 就说想要帮我介绍 但是我觉得有没有介绍 真的不要紧 重要的是 我真的没有那么的邋遢 我的形象还算完好 对 对 跟正一下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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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绍对象 对 你有希望吗 哈哈哈哈 小线都可以吗 如果他觉得我像杨晨霖的话 哈哈哈 好我们掌声谢谢 吴先生姐 谢谢 真的很专业 有没有 高手一出手便知 有没有 有 哦 哈 有没有 对